美国 这国家比较火 美国发展工业革命的条件 教材上用的一个词叫 得天独厚 多了不起啊 这国家 上帝如果不是美国人 就一定有美国血统 有一半美国血统 给他们一块这么好的土地 给他们一块这么好的土地 所以美国的工业革命的发展 得益于它的什么呢 首先是环境太优越了吧 东西两大洋 南北无强敌 对吧 它这个环境太优越了 东西两大洋 南北无强敌 四千公里的大西洋 隔开了战火纷飞的欧洲 九千公里的太平洋 又隔开了亚洲 所以东西两大洋 南北无强敌 北边谁啊 加拿大 同种同文 对吧 加拿大人其实就是当年美国独立战争时候的保皇派 他们终于英王 所以跑到那建立了加拿大 是吧 就跑过去了 当时美国独立都是加拿大才50万人口 自然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 南边谁啊 墨西哥 墨西哥 墨西哥州啊加利福尼亚州啊原来都是谁的 都是墨西哥的嘛 美国有六千万人不说英语 以西班牙语为母语 包括小布什 他原来德州州长 他西班牙语的特放 可能比英语讲的都好 所以他这个 墨西哥人能对美国构成威胁吗 这不可能 那墨西哥那么多领土被美国占了 墨西哥人恨美国吗 墨西哥人恨美国的就是 你们怎么不把我全占了 对吧 你全占了 我不就是美国一部分吗 省得我挖地道偷渡了 对吧 所以他这个东西两大洋南北无强敌 他基本就不需要什么 美国不需要什么来 不需要什么来保卫啊 不需要军队啊 对吧 美国不需要军队来保卫他的本土 谁也过不来 对吧 谁也过不来 美国从独立战争到越战 一共死了一百万人 其中六十万人死于南北战争 是吧 他这个二战死了三十万 这个越战三万 越战五万 韩战三万 是吧 然后独立战争才死六千七 八年死了六千七 是吧 所以他这个 就是基本上本土没有受到战火的破坏 除了南北战争 那是自个打自个 然后日本偷袭珍珠港 那还是他的 一块飞地 珍珠港离美国本土还一千多公里 是吧 他等于是太平洋的一个飞地 最大的打击大概就拉灯撞着楼了 是吧 这就是 还不是 就是说那个 那个那个 恐怖分子撞着楼 那大概可能就是 美国本土受到最沉重的打击了 是吧 所以基本上可以讲 就是他不需要军队保卫他的本土 所以他的全部的 都可以用来发展什么 这个经济 都可以用来发展经济